你兄弟已经回去了 就是已经和家人团聚了 你这边怎么选的呢 你考虑的怎么样 身份证啊 你就是以后怎么计划的嘛 搞不搞身份证 或者是以后去不去工作之类的 就打算一直流浪了 这个我们肯定尊重你 但是如果说你想重新来过的话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话 我们也可以帮助你啊 你考虑清楚 你兄弟现在已经回去了 和他母亲已经团聚了 你看不看看视频嘛 现在有没有那种 就是孤单的感觉呢 没有 我们把他送回去了 没有 你不是跟他睡了几年吗 几年你们两个都在一起啊 啊 很多网友他都希望你能够重新站起来 像马金一样的去生活 我说实话 这个是真的 我也完全有这个能力 让你重新来过 包括你去上班 可能没有钱啊 也要去跑外卖啊 那些没有车啊之类的 我都可以给你弄啊 没有住的地方 让我给你住房子 我爱的月尘 就现的月深 断了缘分 只剩一分 行 没人 怎么想的吗 我想伤 好像以后怎么计划的吧 你以后怎么计划的吗 你如果说你自己你要放弃你自己的话 我们也只能放弃你 知道吧 那我们只能尊重你 那就这个样子 希望你就是越来越好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你自己学着的 如果说有一天你想通了 你想重新再来 你在这里等我们 行吗 尊重你 尊重你 那以后有机会再说